回到大将至大爆卦 我们刚刚讨论到了谢长廷 他发脸书全力的切割 包括要切割杨慧如 包括他想要切割IDCC 可是真的切割得了吗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 他脸书上面怎么切割 首先你讲到杨慧如 好了我们就赶快从这里面 就找杨慧如关键字 杨慧如关键字 好好好看到了杨慧如 杨慧如当然他有讲到说 他过去帮他选啦 基金会他有当过董事啦 然后他就说 后来就发展出自然朋友关系 但是八年前 他就离开董事的职位跟本人 指的就是谢长廷 就是一般朋友关系 我当驻日代表三年多 一年见不到一两次面 最近一次见面是在今年11月 棒球12强的赛事 等等就看到这边 当然他就说 我没有指示任何网军 所谓金钱来往更不是事实 好看到这边就是在杨慧如的部分 但是我们就纳闷了 其实第一 11月的时候还一起看棒球比赛 说实在话的 很多台湾人到那边去看棒球比赛 但是都不会看到谢长廷吧 再来就是他说 好像就是到驻日代表 八年前就是一般朋友的关系了 这一般朋友可以到了后来 我们看到又包括有 什么庆生的合照 包括谢长廷的送行的合照 我们其实在节目当中都有讨论过 之前这淑慧的脸书也都有po过 那这是一般朋友吗 那我们也是打上了一个问号 再回来所谓的IDCC 他说跟本人毫无关系事先也不知情 本人跟杨慧如是因为他常帮台湾选手 在海外加油 所以后来才认识 好了我们就只讲到这边 跟他是真的毫无关系 而且事先也不知情 真的不知情吗 那真的我们就很纳闷了 你说在去年那时候 IDCC的那个po文 跟隔天谢长廷的声明 还真的很相似 这相似度到底 有没有超过八成还是九成呢 那我们就赶快来看一下 对照一下 好我们看到这个 说到IDCC9月6号那po文 里面有说 小夫指着谢长廷 完全管不到大阪驻日代表处 小夫管不到大阪驻日代表处 管不到大阪驻日代表处 管不到 可是后面你看他说 大阪办事处应该处理 这是分工 人令不是我发 大阪也不归我管 你不觉得这里面 其实是非常的相近吗 我们这个部分 并没有把它完全的秀出来 你如果看到全篇的话 你会发现那个话 跟声明的是相似度真的很高 请教一下淑慧 所以跟杨慧如现在是比较不熟了吗 跟IDCC他是真的会完全不知情吗 不过起码谢长廷的回应 比林非凡要正常一点 林非凡是说毫无关系 结果大家发现说超多关系的 其实可以跟谢长廷当一般朋友 可以让谢长廷认为是朋友 而不是下属 这个已经是很了不起了 谢长廷可是民进党里面的 大佬中的大佬 大咖中的大咖 吴钊现在都不敢管他了 他还承认说他跟杨慧如是朋友了 11月的时候还一起看球赛 为什么他干脆承认 因为有照片 他不承认接下来照片也会出来 请问一下11月台湾有多少 正要跑去日本看棒球 你有没有都见面 你没有 你人在国外一年见两次面多了 是不是杨慧如固定要去宿职呢 要不然杨慧如为什么 一天到晚跑日本呢 而且日本那么多地方 像我们去日本玩都是轮着去的 东京 明谷 大阪到处去玩 为什么杨慧如就偏偏都要去日本 跟你见面 还一年都有一两次 好啦 真的是一般朋友也好 起码你也 他算是认了他们是朋友的关系 今天杨慧如在去年的时候 在网路上倒那个风向 其中有一句话 是外界人不会这样讲的 说大阪班事处不归谢长廷管 一般民众是没有这样认知 一般民众就是会认为 大阪班事处 当然在驻日代表处下面 所以杨慧如讲完了 又IDCC讲完了 第二天就第二天 连监察院都说这个时间太短 他们关系你们要去查 监察院不好意思直接讲而已 就是有关系 第二天 谢长廷完全顺着这个套路讲 那个不是我管的 我管不到 所以IDCC这个套路是谁给他的 正常人都不会去讲大阪办事处 不归驻日代表处管 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说好的 今天我出示了一个 就是去年的选举的时候 康育成议长也就是谢系议员 他曾经有付钱给杨慧如 说是帮忙打选战 他在付钱的那个时候 就是杨慧如的高雄组 正在犯案的时候不是吗 所以你们说那个没有关系 一切都是刚好 我觉得在民进党的世界里面 一切都是刚好 然后在民进党世界里面 韩国瑜做什么都是不刚好 有这样子双标的吗 我觉得今天如果民进党 一直要去切割的话 没有关系 其实最好的切割方法是什么 你知道吗 不是用嘴巴说 最好的切割方法是 法务部指示北检继续查下去 查谁养杨慧如 为了以遭公信却证实说 我们民进党没有支柱他 让北检查下去限期公布 杨慧如的金流是谁 第二杨慧如这几年来 拿了7000多万的政府补助 所有的标案交由廉政署去查 查出来他有没有违法申请补助 后面有没有明代官说 哪怕是国民党的公开 证明说我们民进党 真的跟他没有关系 大公无私 没有关系不是用嘴巴 你有执政权 你有行政权 你有司法权 就去查给我们看 查出来我们就相信 我觉得昨天看到谢长廷这个回应 我看到那几张照片 我真是一肚子火 你看那些照片 都是远远在偷拍民嫌他们 你有这个空派人去偷拍 我们自己国家过去的民意代表 你却不肯踏出来 去接见他们 什么外交事务 他们是觉得 我们国家有一个这么烂的外交官 所以跑过去澄清 跑过去跟你讲说你下台了 这不是外交事务 这叫内政 每一个国民都可以跑去跟你讲 每一个国民都可以跑来跟我们讲 可以跑去跟韩市长讲 可以跑去跟蔡宇文讲说你下台 这个不是外交好不好 对于这么烂的人 要谢长廷下台了 只有他们四个吗 上网去看看有多少人 我觉得所有电视机的观众 如果你们希望谢长廷下台 去他的脸书留言 告诉他这不是外交事务 你是拿我们中华民国的钱 这个就叫内政 你又不是外国人 怎么会变外交事务 难道你谢长廷真的觉得 自己是日本人吗 而且他的脸书里面 还不要脸的再去假照 苏处长的死因 你怎么还敢再去操弄这件事 苏处长的遗孀 都已经出来打脸谢长廷说 除了我们家属 没有人看过遗书 苏处讲的就是最旁边的这一块 对 最下面 你看他还在说 苏处长的遗书提及什么 人家家属都说你没看过 你在扯什么遗书 第二 他还在提及说 是不堪接受批评 不对 他家属已经说了 他是不想被羞辱 因为可能被调回来 所以你为什么到现在 你反驳国民党OK 你怎么敢到现在还自己在操弄 苏处长过世的这些 不幸的事件 你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都不会心不安吗 你都不会怕吗 我真的很难想象 有政治人物搞成这样 好 我们就来听听看 我们一般小老百姓 我们到底怎么想 我们怎么来看 谢长廷她的回应 不见这些蓝营的议员 然后脸书全篇痛批他们 然后又撇清了 她跟杨慧如跟IDCC的关系 我们就来请主播徐甫 带大家来掌握一下最新的名义 来 交给徐甫 我们现在呢 我们要先来再请教一下 我们林津杰议员 我们在讲 现在看得出来 这个好像谢长廷跟杨慧如 关系匪浅 就是真的很有关系 可是谢长廷现在 不出来不出面 昨天不是有这个议员去找他吗 把门关起来 然后就发脸书说 我不认识杨慧如 你们不要什么都算我的 真的可以切割得了吗 民进党在台湾白痕的时候 他们第一个就是什么 跟他们都无关系 完全跟民进党扯不上关系 我们大家都知道 杨慧如上载的时候 他是姚文智 姚文智还介绍谢长廷 我在谢长廷的基金会 来担任到他的忙碌的一平党 来帮助谢长廷来做选举 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就是什么 总统竣选办公室的网军的执行长 然后他也帮助到这个 杨慧如上和杨慧如上 在选总统的时候 他也帮助到这个杨慧如上 担任到这个杨慧如上 所以说他就是 过去都赞金帮助 民进党在选举的网军大将 今天 台湾白痕啊 抓到人啊 民进党大家都进入寒蝉 都说我跟他无关系 那是朋友朋友朋友 又介绍来我都无关系 咱们的现场的朋友 你敢听到吗 听到 你也听不懂 说选举全部署 选后接程都无办法 这就是什么 都在骗选票 他就是用蚌蚪 在消购他的对手 包括褂青帝 也是他用蚌蚪 去把褂青帝消购掉 不照说在今年年车的时候 褂青帝 他的民调是贏过 刷刑不分两三杯 他说我一定要拼 他虽然做过行政议党 他也勇敢说他要选总统 结果民进党为了 这个刷刑不分一拖二拖三拖 用蚌蚪一直把它修理 一直把它修理 修理到蚪了 蚌青帝 啪在肚子 所以说这就是什么 蚌蚪的厉害 我们刚才看到我们的 上面的 我们这些民主在说 蚌蚪现在会泰人 所以说你看 蔡英文的 火软基空前一号 没回到台湾的时候 买一万空九条的分 结果呢 我们的总统府的秘书党 我们的当局都不敢出来说 一句话都不说 结果是谁出来说 我们的这个蔡英文 总统出来说 所以说 总统 我们总统府现在没有秘书党 就是我们的蔡英文 和我们的秘书党 你们不知道 所以如果出来一个人 大家都点点 都买起来 所以说现在民进党 都用奥蚌 在修理韩国瑜 我的印象当中 有一个吴指甲说 我们的韩国瑜 他跟人打麻烧 打麻烧那个秘书 跟他生一个鸡 结果 人家就去学校 在这边就去学校 结果检察官就丟出来 严谨的 严谨就说 他是没哭没一只 问那个人说 奇怪的就没哭的 他说没啦 我是听人说的 你看 这就是什么 忘了 这就是媒体 所以说 我们在座所有的朋友 我们不可以让 网络的鸡消息 来抹韩国瑜 这样好不好 好 我们这次的选举 我们不可以相信 民进党市的那些网络 所以说这边 一定大家要坚定的支持 我们一定要坚定的支持 支持 共民党所提名的 总统和立委好不好 好 谢谢 谢谢议员 欢迎订阅 我们不去见 直接 我们不去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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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来见 没有不去见 谢谢观看